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美国召开了2025年北美技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共有超过2500人注册参加 台积电不仅向客户介绍其最新的尖端制程技术进展 也为新创客户设置创新专区Innovation Zone以展示他们独特的产品 并提供向潜在投资者推荐的机会 具体来看,目前正在量产的台积电300米家族 目前包括已经量产的N3、N3E 接下来还将继续推出N3P、N3X、N3A和N3C 其中,N3P按计划于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批量生产 以接体N3E N3X主要面向客户端、CPU、N3A面向汽车、N3C面向价值层产品 台积电表示,3奈米家族预计将是一个高容量、长时间运行的节点 截至2025年4月,收到的N2S超过70个 具体来说,台积电N3P第三代三奈米级是在当前的N3E基础上的光学缩小板 保留相同的设计规则与IP相容性 可在相同漏电率下提升5%效能 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5%至10%功耗 对于典型混合逻辑、SRAM与类比电路的设计 还能带来约4%电晶体密度提升 由于N3P的密度提升是来自光学制程改良 可对所有晶片结构实现更加扩展 尤其是以SRAM为主的高效能设计 同时,N3P还保留了对三奈米级客户端和资料中心IP的支持 台积电表示,N3P制程2024年四季度已进入量产阶段 公司正为主要客户进行产品开发与布局 至于N3X与N3P相比 可在相同功耗下将最高效能提升5% 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7%的功耗 N3X最关键的优势在支持高达1.2V的电压 这对三奈米级制程是极限 可是需要极限频率的应用 如客户端、CPU达到绝对最高频率Fmax 这样的极限频率也有代价 如漏电功耗可能增加高达250% 因此,晶片开发者采用1.2V电压设计N3X晶片时 需格外谨慎 N3X晶片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 台积电业务发展与全球销售资深副总裁 兼副营运长张小强Kevin John表示 N3P已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 将持续优化300米制程 台积电的策略是新节点导入后 持续进行增强 帮助客户充分获取制程缩减的效益 他们理解客户为了迁移到新节点 在生态系统中开发IP投入庞大资金 因此希望客户能在每个新制程投资中获益 台积电也会在产品层面提供增强支援 一直以来 台积电都会在同一制程开发套件中 提供多个制程迭代 比如N5、N5P、N4、N4P、N4C 尽可能延长公司昂贵设备的使用寿命 帮助客户最大限度重复使用器IP 虽然市场都期待2奈米制程 但大多数先进客户端处理器 如下一代iPhone、iPad及Mac 可能仍将采用台积电N3家族制程 台积电目前正在积极推进 N2节点2奈米制程的制造 奈米片期间效能接近目标 目前已经收到了多个TO 有望于今年下半年量产 此外 台积电还在研发N2P和N2X制程 与N3E相比 N2P在相同功耗下 效能可提升18% 在相同效能下 功耗可降低36% 密度将提高1.2倍 台积电预计 N2P有望在2026年下半年 投入生产 而N2X则将在2027年量产 台积电A16制程 融合了台积电的三大创新技术 包括Nino FLEX电晶体架构 超级电轨 DTCO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超级电轨SPR技术 实现了背面供电网路 将电源轨从晶圆正面移至背面 这显著减少了布线拥塞和电源噪声 同时释放了金属层 从而提高了续号效率 这标志着台积电首次在量产逻辑节点中 引入背面供电技术 实现了电源架构的真正跨越 Nino FLEX电晶体架构 Nino FLEX基于GAA奈米片电晶体的演进 引入了灵活的通道堆叠技术 允许在同一设计中集成不同尺寸和形状的奈米片 这使得特定功能逻辑 记忆体Io的调整成为可能 可以根据模块的效能 功耗或面积进行优化 从而增强电晶体级别的克制化和设计自由度 DTCO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A16全面遵循台积电的DTCO战略 将工艺技术开发与设计实现相结合 以优化PPA功耗效能面积 这种协同优化可加快设计周期提高良率 并确保技术扩展直接转化为系统及竞争力 根据台积电公布的数据显示 A16相比上一代N2P制程将会带来同等功耗下8%至10%的效能提升 或同等效能下15%至20%功耗的降低 逻辑密度将提升7%至10% 台积电确认A16将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目标应用包括AI加速器 高效能运算HPC系统 移动SoC以及高阶自动驾驶处理器 A16也有望成为未来Triplet架构 3D堆叠和光电易构集成等创新技术的基础 此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全新的A14制程技术的推出 A14制程是基于台积电领先业界N2节点2奈米制程的重大进展 基于第二代GAA电晶体技术NinoFLEX电晶体架构 提供更快运算和更加能源效率 推动人工智慧AI转型 亦有望增进端侧AI功能 强化智慧型手机等应用 根据规划 A14预计将于2028年开始量产 截至目前进度顺利 量率表现优于预期 具体指标方面 与今年稍晚量产的N2制程相比 A14制程在相同功耗下 速度可提升15% 或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可降低30% 逻辑密度增加超过20% 结合台积电奈米片电晶体设计协同最佳化经验 将TSMC Nanoflex标准单元构架 发展成Nanoflex Pro 以实现更加效能 能效和设计灵活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A14制程并未配备 与A16一样的超级电轨SPR技术 不过随后会提出A14SPR版 预计将于2029年量产 据Sammy Weissen报道 台积电在研讨会上还提到了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 HighNAUV吐光技术 该技术能够进一步缩小图案尺寸 A14制程将有可能会导入HighNAUV技术 这证实了台积电在2nm以下节点不仅在逻辑设计方面 而且在整个设备和材料 生态系统中也在不断突破极限 值得一提的是 扑光机大厂ASML在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当中也提到 今年一季度向三家客户交付了五台HighNAUV扑光机 外界猜测其中就包括了台积电 台积电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表示 客户不断展望未来 台积电技术领先和卓越制造将提供可靠创新蓝图 台积电先进逻辑如A14 是连接实体和数位世界的全方位解决方案组合的一部分 推动AI未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